人生要培养三大法宝 老子参是很具体的告诉我们 我有三宝 一月迟 二月减 三月不敢为天下闲 一月迟 迟是什么 迟不是爱 迟是无我 老子一个人做到无我 你才会迟 所以真正的勇就是迟 世界上最勇的其实是妈妈 所以你不要小看说 父言母迟 好像把父亲跟母亲看成不一样 实际上这里头含有母啊 他是比较无我的 爸爸有时候还想到自己 有时候会把自己的小孩从车上滴下去 这个人叫刘邦 母亲从来不会做这种事情 二月减 减不是减减 是自我约束 所以读老子的书啊 不要用我们平常啊 老海里面所讲的那种解释 去说明他 三月不敢为天下闲 我很坦白讲 敢跟不敢都是不好的 因为敢也是人为的 不敢还是人为的 所以这句话你不要摆在不敢做重点 你应该摆在为天下心才是重点 就是不争的意思 你争先恐后 最后没有好结果 但是这些事情呢 对现代人争得越来越远 因为现代人看得很短 没有看那么长远 那么深入